再三项作业人员确定 就是希望能暂时停工 受到四五月份的钢旱影响 台中市和平区的环山部落 今年就有六件 早紧取水的申请案件 虽然都是经合法私人早紧案件 但地处环山部落范围 陆续进入的大型机具开挖 让附近居民相当担忧 就怕破坏环境造成日后灾害 近日环山部落将近两三百名居民 发起联署 希望早紧暂时停工 并向部落说明协调 而台中市水利局则表示 因为是私人早紧需求 目前已请业者停工 与部落取得共识 台中市水利局回应 目前早紧阶段 作业标准无余 市府会派员查看 作业是否得到附近居民同意 且符合当初申请标准 才可通过水泉登记 但部落居民表示 多数族人还是不清楚 早紧过程以及相关标准 期盼台中市水利局 能到部落说明 给出答案让大家安心 有时新闻 台中和平采访报道 有时新闻